什么本田在中国不行了要全部关厂了 日系车躺着赚钱的时代是过去了 但也不代表人家直接扔下几十万人的名声全部关厂了 本田明明是关闭一条燃油生产线 而且之后还要新建一条新的原产线 而且被裁员的员工其实都很开心 今年5月裁员的时候员工都抢着报名呢 广汽本田1700名员工要被裁 给出的补偿方案是N加2加1.8 也就是说除了标准赔偿以外 还有1.8个月的奖金真的是很良心了 员工都抢着报名 有些人很高兴 认为还可以提前退休了 本田今年6月在华终端累计销量 环比上涨4.18% 但同比下滑了39.04% 24年上半年累计销量同比下滑了21.48% 本田此次关停工厂 其实是一次断壁求生 但如今国产新能源汽车 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的时代 本田需要加快电动化进程 推出更多具有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车型 才有可能突出重围 杀出一条生物 不然最后才有可能真的是要搬炒了 目前联动价90% 过房子买过的房子都是亏钱的 为什么 因为全上的新房都在打折扣 打98折 95折 95折 8折 75折 最要命是6折 工作日西投营态 西投营态 开业之后第一次工作日过来 现在是晚上6点多 工作日就不予平淡了 我们看看这个楼下 人也不是特别多 河马里面 看看工作日参与的上座率 立下还是有点冷 大谷米线 狼儿哥 婚家 你知道好一来也一般了 看看一楼 商店把他放了不老手 二楼 其实这个营态可以对标的就是萧山的营态 同样是离地界远 同样是工作日不怎么样 只能靠周末 然后同样等下是河马 楼上是肯定营态 这两个营态很像 看了一圈楼上大部分的店都还行 但还是地下人流量最高 星巴克也没有看 为什么中国的普通劳动力这么廉价 因为资本家在接近疯狂 诈具普通劳动者的剩余价值 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我们就拿电子厂举个例子 十年前我们经常打工 工资要5000块钱 每天只需要工作8个小时 大量的人在报名 后来变成了工作10个小时 工资依旧还是5000块 报名的人还是很多 再假如工作12个小时 工资不增 反正要下降 就这个待遇 工厂依旧还是能够招到人 从来都没有缺过人 企业在不断地试探人的底线 却发现根本没有底线可言 千万不要同情中国这一代的资本家 他们掠夺普通劳动者的剩余价值 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了 平堂老师们 你们家的民宿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我家的民宿都没有人订 我们一直以为 是不是暑期才干到 好多游客朋友都还没有出发 又以为 是不是今年平堂的游客 比去年少很多 再以为 是不是大家都跑到乡下的景区去玩了 顺便住在乡下的 或者跑去住那种海景房 直到我昨天晚上去了 他龙凤头的妈呀 那海滩上密密麻麻都是冷 你说那么多的人 竟然没有一个人要住我的民宿 我这个民宿 你龙凤头就走路五分钟 你要是说装修吧 你是新装修的 你要是说价格吧 那个价格已经参加 就剩下这么一点点了 还是无人问津 到底是哪个房间出问题的 你们家的民宿什么情况呢 这一杯都还没得了 这一杯都还没得了 这一排过去 几个亿都没得了呀 这就是铜锣湾广场 大石子最黑心的商圈 好称搭造全国一样 最繁华的狗物中心 但是如今却是这幅场景 突如意的 你看这些商口 以前都没有出座 我找了全商场 就只有这一间 就找住广告 我们看看具体是那个情况 喂 喂 大哥 你好 喂 你哪个 哦 大哥 我看到你那个大石子 这边人家商口来找住了是吧 哎 是的 这个是哪个住的嘛 之前差不多一百多万 买的来选择的话 那边应该 1000块钱总该住去吧 所以1000块钱了 大哥 哎 你怎么样 以前你没住的时候 现在过来看过没丢 看还是看过的 但是你阿典就要开啊 我那是 大石子是最核心的那个商圈的嘛 所以1000块钱总该住去 哎呦 但是你这个是属于商场的 也不然嘛 大哥 便宜一点要的不吗 那是一样嘛 然后我又不租你的房租嘛 你给我交个物业费就可以了嘛 行不啊 你说你不是用的房租 我直接给你交物业费都行的 哎 对 你确定的是有费多吗 买的不是捡来的 确定了 怎么看你上面贴的还会卖 你是哪个卖的的 哪个卖的 我之前原价差不多 120万卖的吧 我就原价买给你嘛 你说你一边什么 买的原价买给我 肯定啊 哎呦 大哥你是不是有点坑我 我看你这个商场的 我看你晓不晓得都是没的产权 对对对对 你这买的刀不 哦 小伙你还是懂的嘛 那不行嘛 大哥我考虑哈嘛 因为你这个 哎 你真的没做得出钱我考虑哈 要得要得 他说你说我说你 别的你想要你给我交个 物业费我做给你就可以了 行行行我考虑哈嘛 考虑哈他回复你 好好好 再打个120多万卖呢 想想冤家买给我 最要是没的产权还买不出去 做给我的话 自首五五也非 你说好老婆嘛 所以说从包足上头 大家千万不要碰 还人还鸡啊 一杯多万就砸在这个地方呢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中国经济疲软 地方财政紧绷 近期 许多大陆公务员 许多人感叹铁饭碗 越来越难保 一些网友指出 之前 工资已经下降过一次 现在在减少30% 生活将更加艰难 工作量增加 工资却减少 这让人难以接受 然而 这似乎是一种 必然的发展趋势 有网友预测 裁着在边公职人员的幅度 不会小 因为有些地区 已经开始行动 河北网友1755一期提到 最近 清理边外人员的行动 如火如荼 这让不少领导发愁 边外人员离开后 工作量没有减少 剩下的工作又苦又累 在边人员不愿意接受 体制内对清理边外人员 怨声载道 从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 这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下一步将大幅降薪 编制内人员 一些地方已经开始行动 认证的财经媒体人 大威·西敏 7月26日表示 各地正在加速踩车公务员 全国各地缩减事业编制的行动 正在加速进行 很多地区的人口正在流失 尤其是小县城 目前全国有441个小县城 正在进行编制缩减 以减净地方财政负担 西敏提到 山西 安徽 甘肃等地 都在实行缩减编制 财业人数已经超过千人 接下来 各地将继续加速 事业编制的缩减 财车公务员成为一种趋势 只有将人员精减到一定程度 才能减轻财政负担 近年来 国内各级政府不断强调过紧日子 网友表示 首先受影响的是边外人员 接着是编制内人员 边外人员虽然没有编制 但长期以来只进不出 几乎也成了一种铁饭碗 目前全国大规模 清退边外人员的行动正在进行 今年4月 福建永春县发出 清退边外人员的通知 规定边外人员规模 边外人数超过编制 百分之十以上的一例清退 聘用10人以上边外人员的单位 也要适当减少 一个单位有100个编制 最多只能聘用10个边外人员 此外 服务窗口的边外人员全部清退 临时聘用的边外人员也要清退 比如阶段性工作需要聘用的 编制人员请假临时聘用的 工作结束和反感后 边外人员必须离开 今年1月以来 擅自聘用的边外人员一例清退 已有边外人员 持减不增 据估算 全国有超过2000万边外人员 去年 湖北实验 内蒙古 偶尔多斯 黑龙江哈尔滨等地 都对边外人员进行清退 湖南到县清退了1038名边外人员 湖南另一个县 未见教育系统各清退了500人 进入2024年 清理边外人员的行动仍在加速 自媒体才华连篇表示 经历了三年疫情 房子卖不动 地方财政困难 不裁减人员不行了 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 中国的公务员制度和地方财政面临巨大挑战 改革和调整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 这不仅仅是为了减轻财政负担 也是为了应对人口结构变化 和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长期压力 随着政策的不断调整 未来公务员的职业稳定性和薪资水平 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 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